大家好,我是小玉 风味茄子这样做才好吃 麻辣酸甜,焦香酥脆,爽口开胃 下饭解馋,放凉了也不回软 用它下酒下饭都是非常的不错 有一个老表靠着倒菜 在广东买了三套房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 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紫皮长茄子 挑选茄子 一定要选新鲜硬一点的茄子 不要用那种软了八肌的茄子 软茄子里面都会空心 硬茄子做出来才会酥脆 做风味茄子要用长条紫皮的茄子 这种茄子苦味小 好吃,做这道菜茄子是不需要去皮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茄子皮清洗一下 给它清洗干净 给它放到长江水中 撒点毛毛盐 然后给它搓洗一下 洗去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洗干净之后给它捞出来控水 再放置菜板上将茄子地给它切掉不要 接着把茄子给它一分为四 再把中间稍微扁一点的茄子肉给它踢下来 这样做出来口感会更好 再斜刀给它改成块 把剩下的茄子全部给它改刀切条 切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切好给它放到大盆里面 然后加入多点的我家自来水 给它浸泡个五分钟 加水给它浸泡 这样吸入水分后才能减少它吸油 做出来的茄子才不会油腻 这点我们一定要记住 泡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泡太长的话有股水气 做出来不好吃 把它翻洗干净 然后给它捞出来控水 准备几个妨碍大蒜 先切蒜片 再给它剁成蒜末 稍微给它剁碎一点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皮的去腥生姜 先切薄片 再切姜丝 最后切姜末 切好和蒜末放一起准备 迷人小葱把它切成葱段 切好放碗中备用 做这道风味茄子 干辣椒和花椒是必不可少的 准备几个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小段 放在碗中 干辣椒剪好后 碗中加入一把花椒备用 接着我们来调个料汁 往里面加入一勺薄盐生抽 半勺陈醋 加点蚝油提鲜 168粒白糖 小半碗的纯净水 然后用勺子给它搅匀化开 我们提前调个料汁 在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搅乱 而且还能更好地掌握好火候 调好之后 我们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把控干水分的茄子倒入大盆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60克的土豆淀粉 不用下入爪子 直接给它抛一抛 将它抛均匀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再用蜻蜓点水的方式 给它沾上点生水 这样我们的生粉粘上去 就会更加牢固 然后继续给它抛均匀 让每一片茄子都均匀地裹上淀粉 拌匀之后 我们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把多余的淀粉给它抖掉 这样我们在炸的时候 油就不会弄脏 全部给它处理好之后 给它装入盘中 接下来将锅烧热 锅里面多加点食用油 开大火将油温给它烧至六成 热 像这样架入筷子冒小票 接着我们把茄子给它下入油锅中 开中火给它慢炸 炸的过程中 我们不停地给它翻动 防止粘连到一起 这里我们开中大火 给它炸个三 五分钟 将茄子给它炸干水分 炸至表面微黄 这道菜如果是喜欢吃香的朋友 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还是我一个 干了几十年厨师长的老表 教我的风味茄子的做法 外酥里嫩 麻辣酸甜 好吃到停不下来 炸至像这样微黄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来 将油温继续给它升高 升至八成热 然后下入茄子 给它覆炸一遍 这样吃起来 才会更加的焦香酥脆 炸至像视频中这样 然后给它捞出来 控干油分 哇 真的是满屋挑香 像这样吃茄子 也是非常的酥脆 加点椒盐粉 就是一道椒盐茄子 来点番茄酱 就是芙蓉茄子 接下来我来炒制一下 做出来会更加的好吃 锅楼底油 下入花椒和干辣椒 给它煸炒出香味 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 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 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您了 煸香以后把姜末 蒜末给加进来 继续给它煸香 接着再把调好的料汁给倒进来 然后开大火给它煮至浓稠 煮至像视频中这样浓稠一点 接着我们把茄子也倒进来 大火给它翻炒个七七四十九下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以后 再往里面撒入些白芝麻增香 把葱段给加进来 大火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即可出锅 一道非常好吃的风味茄子就做好了 家里有条件的 再来点小馍香油 出锅 吃起来外焦里软 风味十足 用它下酒下饭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用这种方法 你炸茄子用油量至少能减少四成 外酥里嫩 酸甜中带着微微的麻辣 实在是太好吃了 而且放凉了也不回软 喜欢的亲人们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小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